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尔 继续来介绍天地姐的新衣领 本次来介绍剪辑要推出的新角色 云衣公主 云衣公主为雷鼠咒师 也是一位带有新机制的英领 可以开启覆盖全场的结界 而且值得清新的是 终于立会没被魔改 要么跟主线出现时差不多 没有被改成七星怪状的样子了 真是值得庆贺 这次就来介绍她 希望各位朋友会喜欢 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先来谈谈云衣公主的天赋 又是一个说明超级长的天赋了 我简单来说明一下 云衣公主施放剑人后 会帮自己施放神恩天者的buff 这个buff最后可以叠三层 每层神恩天者都会加法攻跟暴击 三星石每层3% 六星石为6% 施放剑人后 除了神恩天者外 还会开启全场的结界 如果结界存在 就会把结界升级 结界一共有三级 越高级效果越好 因为结界内容制度太多了 我这份就不服装一次了 请各位朋友自行观看 基本上除了第一层结界对PVE比较帮助外 第二三层都是属于PP向的强化 而且只对雷属英灵有效 PVE部分就只有九炉塔帮助较大了 很可惜就不是全属有效 不然就会非常好用了 这是我身为一个PVE玩家 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再来谈谈云玉公主的五内 云玉公主五内如下图 因为中路不用运点 可以直接走到底 上下路部分 若要省零运石 PVE部分有两种建议走法 如果云玉公主当纯输出走用 因为两招四十技能都不是重要的输出招 建议走西行 上下路都点到第一个加全属性 如果要当半打半补的话 那都建议拿上路绝一后 下路走到底 PVE如果要用最好就是上路都走了 再来看技能 先谈中线的技能 首先是九天神雷 因为大招要气力 这招是唯一招可以常态释放单体技的 但因为急差可以减CD PVE打一般图若是可以一直急杀 就不用担心CD的问题了 缺点就是打王就很不好用了 不能减CD 而且CD还长达三回合 就需要另一招单体技辅助了 再来看猎袍咒 角色三级时就可以学 石魔用四笔就可以替代 云衣公主也有更好的被动 所以通常不会带这招 接下来是雷鸣之阵 角色25级时可以学这招 AOE技 PVE用处不大 PVP看状况攜带 再来看神关天侧阵 角色35级时可以学这招 我觉得有点微妙的阵 云衣公主本身是雷 还要一雷一光 这样就得绑两个雷角了 但因为云衣公主本身是辅助雷角 问题还不大 但提高伤害需要CD冷却中才会加 虽然不是很难达成 但相较于其他更容易触发阵 例如霍庸西哥等就没啥优势了 最后是驱雷测电 这招是最后招能学的技能 需要角色武术戟才能学到 云衣公主的武术大招 需要3.7D才能放 因为需要3.7D才能放 在PVE上就很不好用了 7D没有那么好集 这招比较适合PVP 用AOE技快速点满7D 并施加电了后 再用这招增伤 一招击杀对方 接下来看上路的技能 来看决意 增加法攻跟暴率 非常好的被动 基本上PVP被动就是带这招了 再来看急雷顺患 云衣公主的上路斯几技技能 直线AOE技在PVE用处不大 但PVP方面是颇强力的 因为倍率高打1倍 算是倍率超高的AOE技 还比相同是1倍的一致延长等技能 多了两格 算会随着距离衰减输出 适合的应用方式为 距离远的时候就是打消战 纯7力 距离近的时候 就是利用1倍伤打高爆发 而且因为是AOE 对方坦还哪里没办法 无法护卫的状况下 有机会直接带走对方输出 CD也就有2 算是非常不错的技能了 最后看下路的技能 首先是神势幻生 一样是PVP向的技能 PVP来说 加迅捷跟提升结界用处都不大 但PVP就不一样了 加迅捷可以提高威胁范围 可以让对方计算距离错误 快速提升结界也对PVP有帮助 而且迅捷还维持两回合 非常不错的技能 最后是诸心天罐 云公主的下路四级技能 这招我觉得就是偏PVP一项的技能 云公主通常PVP上场就是打输出的 不太会有带补技的时候 PVP部分因为武术大招要7力 九天神雷自己又可以减CD 就可以带九天神雷 加法攻的被动与这招 当个半打半补也不错 接下来谈技能携带推荐 这边是以60几 技能已经全部学完了状况做推荐 前期技能还不全的时候 就是有什么带什么了 PVP通用建议 决意 诸心天罐 九天神雷 这是通用的建议 被动增伤 诸心天罐可以帮忙补血跟加状态 输出靠九天神雷击杀刷CD 打Boss的时候 可以考虑把诸心天罐增加输出了 就带两招单点增加输出了 再次视频与魂石推荐 这边要先说明一下 绝视频是个非常不好取得的装备 我台服到65级的 也只取得一小部分绝视频 未来也可能会出新的更好的视频 前期视频短缺的时候 就只能单下装最好的那一个 这边的建议是 但后期视频有很多有得选的时候 建议装的理想目标 以下几公参考 谢谢 头 天合诛杀 PVE单体宙斯最佳视频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但若PVE要走AOE项的话 就建议装风吸牙选 身体 清神禁欲 输出时可以增加双防 降低被敌方反击死的几率 腰 朝云横度 增加鱼音公主的生存力 将近被一击杀的几率 PVE PP两用的视频 手 玉姬灵着 烟 PVE单体宙斯最佳视频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但若PVE要走AOE项的话 就建议装异军灵佐 陈魂石 珠燕魔火 因为九天神也可以自己刷CD 所以不一定需要装妖术师 除非是打爆时 无法靠其他刷CD时 那时就建议更换成妖术师为家 不然平常打光卡或者是PVP 用珠燕魔火拼秒杀会比较好 做一下云翼公主的小姐 云翼公主看起来也是一支有新机制的角色 但很遗憾的是 新机制的全场节俭 是对PVP方比较有用的 PVE部分就九路塔比较有用的到 但除非后面九路塔往上加陈述 或者是比较新的玩家 还是有类似九路塔机制的新玩法出来 才比较有云翼公主活跃的机会 PVE部分听说目前陆服现行版本 云翼公主上场的机会还是很大 PVP的玩家就自行PVP 看看要不要抽 但这边还是老话一句 请大家量力而为 千万别硬抽 来日方场 若没抽到就等等军选之吧 云翼公主就接到这 若本次影片对您有帮助 希望帮我按赞 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订阅后并按下订阅房铃铛开始通知 之后有新的影片 您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咯 若对于影片中有任何疑惑 欢迎各位朋友留言发问 我会敬意解答各位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APP本质团 本号网址我会帮在说明版中 频道经营不易 也希望各位朋友关当时多预告广告 至少观看三十个广告 别跳过广告 可以去上个厕所 倒个水 深圳脑等 花费您短短的时间 可以帮助本频道能顺序进行下去 十分的感激 并欢迎大家来我的实况台聊聊 每天晚上在YouTube开播 等你来哦 下个影片见哦 拜拜